Hello,我是女魔头 经常有人私心问我 这种视频是怎么拍摄的 今天就向大家揭秘 带大家看看我的摄影师 这款相机名叫 Insta One X2 是Insta 360相机的第三代 也是防雨效果 跟视频传输效果 最好的一款 它是怎么固定在我的车把上 拍出这样的视频的呢 带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一套我的车 已经脏成什么样了 车已经在这停了好几天了 因为最近疫情 就一直没有动过 然后我的360的话 你看这里是车把 车把这是装那个 后视镜的那个位置 后视镜我把装在下面 然后上面这里装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淘宝上面买的 然后把360 装在了这个位置 就是车把的这个位置 然后拍出来的视频效果 是这个样子的 这款相机是如何能拍出 360度的效果呢 带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宝布套 为了防止镜面刮花 看它的镜头 它两面一边各有一个镜头 所以它拍出来的视频 是360度的 然后呢 它有一个软件 叫360 Insta 你把这个软件下载下来 可以在那个里边 进行对视频的编辑 就是你要它切换到哪个角度 它就是哪个角度 所以可以拍出来 那种旋转的视频 这个相机的标配包里边 有一块电池 这一块电池 续航可以达到八个小时 建议用这个相机的话 不要一直录 一直录的话 你剪视频会特别烦 所以说这一块 这一块电池用个几天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你再遇到自己 遇到风景比较好的路段 按一下这个快捷键 这个按键按一下 它就开始录像 然后再按一下 它就关闭 还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呢 这个相机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隐藏自拍杆 就比如说车把上的那个杆子 你们去看我的前视频 那个车把上的杆子 它是被它给隐藏掉的 同样它这种 你看这是一个手持的自拍杆 这个手持的自拍杆 最长的是有三米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手拿着 把它 把镜头伸到三米外 然后给自己录一个很远的视频 它是会自动隐藏这个杆子的 所以这个相机 还是非常适合旅行 做旅行自媒体的 这个相机官网的售价是 2700多 然后我的抖音橱窗里边挂的也有 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直接在我的抖音橱窗里边下单 也可以到某宝或者是某东 上面搜索 Insta360 OneX2 就可以买到了 就可以买到跟我同款的摄影师了 怎么样 这个摄影师是不是非常的棒